面相决定命运 一举一动都塑造了我们的长相 长相虽不会言语 却诉说着一切 虽不会书写 却记录着所有 你怎样对待生活 生活怎样对待你 面相都会一一呈现 面相藏着灵魂的模样 俗话说 静随心转 相有心生 一个人的长相 就是她灵魂的模样 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老妇人 经常跟别人争吵 不仅喋喋不休地骂不停 还时常诅咒别人 时间一长 妇人发现自己越来越丑陋 别人也越来越不待见她 妇人心中一慌 急忙向一位老者求救 老者说帮你可以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是每天微笑 妇人心想这有什么难的 于是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慢慢地她发现 不仅身边人对自己态度有所改变 照镜子时 更是看到自己容光焕发 此刻她终于明白了老者的用意 有道是 有心无相 相逐心生 有相无心 相随心灭 一个人的长相 会随着自己的心境而变化 心境不同 长相也会不一样 心境平和的人 面相会更加友善随和 心境烦躁的人 面相往往尖酸刻薄 所以 人们常说的 以貌取人 并不是贬义词 而是根据面相 窥探一个人的内心 当双方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我们可以凭借面相 获得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这个世间 没有无缘无故的丑和美 一切皆有迹可循 灵魂挺拔的人 长相自然不会太差 内心明媚阳光的人 外貌自会闪闪动人 面相 其实就是灵魂的模样 面相 暴露了生活质量 有一句说 你的脸上藏着你看过的书 走过的路 以及爱过的人 岁月的痕迹 也就是把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无形之中 刻在了你的脸上 朋友家隔壁 新搬来一对新婚夫妇 本应是美好 开心的生活 却时常传来争吵 打闹的声音 邻居们见到这对夫妇 不是面露疲惫 就是愤愤不平 很少在他们脸上看见笑容 一次 两人之间的争吵惊动了邻居 大家前去关心 却只看到两个人之间冰冷的距离 以及越发憔悴的一张脸 不久之后 两人陆续搬离了小区 面相 最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人们常说眼睛可识人 面相更是如此 想知道一个人生活得幸不幸福 无需看穿着打扮 面相一看便知 面相柔和的人 生活大多顺心如意 面相疲乏的人 总是被生活拖着走 好看的面相 不是指外貌多么漂亮 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 五官虽可以欺骗人 但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表情 以及散发出的气质 最能展现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想要拥有美丽的容颜 首先要把日子过舒坦了 心态调节好了 心顺了 容颜自然美丽 面相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曾国藩在《冰剑》中写道 邪正看眼鼻 真假看醉醉唇 功宁看气概 富贵看精神 一个人再会掩饰 面相早已出卖了他 正所谓七尺之躯 不如七寸之面 脸是富贵的核心 更是命运的走向 历史上 李鸿章带三人前来拜访曾国藩 想让曾国藩为其分配职务 李鸿章还未开口 曾国藩便说 左边之人忠厚老实 可管理库房 中间那人阴险狡猾 做些无关大局的事便可 右边之人可谓已重任 李鸿章惊叹道 您是如何观察出来 他们可以胜任此等职务 曾国藩缓缓到来 他们刚进门时 左边那人毕恭毕敬 行事谨慎 可做后勤工作 中间那人出见时刻刻气气 眼神却左右乱转 神色慌张 是口秘附建之人 万不可中用 右边那人气宇轩昂 目光坚定 可成大气 一定要好好培养 不出所料 这位被曾国藩说有大作为的人 日后便成为了威名远洋的台湾巡抚留名船 面相映射的是人品 态度彰显的是内心 一个人内心的好坏 都可以在脸上折射出来 心术不正的人 脸上都是尖酸刻薄 身边人会离他越来越远 最终孤身一人 内心坦荡的人 面相柔和友善 身边人愿意与之交往 最终会远走越远 成就辉煌人生 正所谓得到多住 失到寡住 面相好的人 运气会越来越好 人生之路自然顺畅无比 礼记有云 有和气者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必有宛容 一个人生活窘迫 一事无成 还是幸福美满 有所大成 从面相便可看出 外貌虽可进行修饰 但神色却无法隐藏 面相红论 细雨轩昂的人 生活必定如意顺遂 愁眉苦脸 一筹莫展的人 生活必定坎坷动荡 面相决定着一个人 一生的命运 面相皆是一个人的本质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面相就是灵魂的写照 善良正直的人面相 也会祥和端庄 其次 面相会暴露生活状态 心境愉悦的人面相 也会红润明亮 再者 面相预示着命运 气质出众的人 往往都拥有非凡的人生 最后 用善意培育内心 我们的面相 也会变得温暖真挚 吸引周围的善意 面相虽然无法改变 但可以通过改变内心 来影响面相 用善言善 我们都能拥有开朗的面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